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世界能見道 傳播真相 為正義發聲 我是美玲 2011年1月11日 政席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問北京期間 中共在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 對其新型的1020隱形戰鬥機進行了飛行測試 根據了解 該戰鬥機還得到了 著名印度裔工程師哥瓦迪亞的指點 不過很遺憾 這名印度裔工程師 並沒有機會親眼看到 自己參與研發的1020是非 因來那時的他 已經因來中共而身處牢籠 並且即將面臨終身監禁的判決結果 現年78歲的哥瓦迪亞出生於印度 20世紀60年代時 他移民美國 後來加入了美國國籍 在1968年至1986年期間 哥瓦迪亞為美國知名航空電子和信息系統製造商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工作 並獨自完成了隱形轟炸機推進系統的構思和設計 1986年 哥瓦迪亞以健康原因從諾斯羅普公司退休 十幾年之後 也即是1999年 哥瓦迪亞和他的妻子東山在喜 成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 這麼多年來 哥瓦迪亞一直將自己定位為 保護B-2隱形轟炸機 免受熱追蹤導彈攻擊的技術之父 不過 正是這樣一位軍事界和科研界的絕對之深的人物 卻在2000年的某一天 突然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敲開了自己的家門 2005年10月26日 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 逮捕了哥瓦迪亞 並從他的住所 收繳了7張硬碟 和40多箱包含有機密內容的文件 2006年11月11日的庭審現場 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長克里斯華 哥瓦迪亞向中共政府 提供了美國一些最敏感的 武器相關的設計 以獲取金錢 今天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根據指控 哥瓦迪亞 至少向3個外國軍方機構 洩露了美國的軍事機密 其中就包括中共政府 除此之外 美國夏威夷法院 還對哥瓦迪亞提出了18項指控 包括違反美國的武器出口控制法案 未獲美國國務院許可 擅自與外國軍事機構接觸 並透露機密 以及洗錢等等 2010年8月 夏威夷法院 裁定哥瓦迪亞的14項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出售軍事機密 和幫助中共設計隱形戰機 巡航導彈的罪名 原來 在2003年的時候 哥瓦迪亞在中國成都 以口頭的方式 向中共有關人員介紹了 隱形巡航導彈設計 自那時起到2005年 就在這短短3年中 哥瓦迪亞竟然有6次前往中國 與中共人員討論、設計 和展示他的隱形巡航導彈 如何能有效地對抗美國空對空導彈 回到美國之後 哥瓦迪亞還被中共的 外國專家局的代表 王冬明以及其他共諜 發送了秘密的電子郵件 就此陪審團判定 哥瓦迪亞向中共傳輸了 三項特定的機密信息 第一個就是 有關中共巡航導彈項目 排氣噴嘴的PPT 以及對重新設計噴嘴的有效性的評估 第二個就是 在背避被中共改進的排氣噴嘴之後 自己對中共的巡航導彈簽名的 計算機文件的預測 第三個就是 哥瓦迪亞 自己對美國空對空導彈相關的預測 提供了中共日思夜想的機密文件 相信它拿到的報酬 也都一定是不低的 根據起訴書提到 哥瓦迪亞從中共手裡 前前後後收取了11萬美金 拿到這筆錢之後 哥瓦迪亞就很開心地用這筆錢 還了自己在夏威夷海邊 一座價值數百萬美金豪宅的貸款 然而 與其他國家相比 中共並不是什麼都很大方的老闆 根據美國司法部官員說 哥瓦迪亞因來販賣巡航導彈 以及B-2的機密 差不多獲得了大約200萬美金 另外根據哥瓦迪亞公司的流水顯示 從1999年到2003年 這間公司獲得收入總計將近75萬美金 不過檢察官認為 哥瓦迪亞的實際收入金額可能會更高 調查顯示哥瓦迪亞可能擁有多個離岸銀行賬戶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 B-2戰機是美國諾斯羅普公司 為美國空軍研製的 具有全天候作戰能力的隱形轟炸機 其單格飛機的開發總成本大約為20億美元 可以說B-2戰機是世界上造價最昂貴 隱形效果最好的飛機之一 因此其技術資料也被美國空軍列為高度機密 當美國聯邦法院首席法官莫爾維宣布有關判決時 哥瓦迪亞坐在被告席上面無表情 不過哥瓦迪亞的辯護律師聲稱 哥瓦迪亞向中共展示的設計是公開的資訊 並非機密資料 不過對於這種說詞 很多時評人士表示難以信服 香港的軍事評論員馬鼎成 對美國之音表示哥瓦迪亞的律師 這種洩露的資料是非機密資料的辯解 是站不住腳的 馬鼎成說 很顯然 如果不是機密資料的話 中共沒有必要給他那麼多錢 既然哥瓦迪亞收了錢 那麼出賣情報罪肯定是坐實了 至於那些情報資料有多大價值 還有待而救 馬鼎成認為 很顯然 這項判決 與中共最近展示的1020隱形戰機是有關聯的 他認為 美國在1020起飛之後判決此案 是有震懾意義的 那就是 美國其實非常在乎這種事 既然已經洩密了 那麼美國肯定要查 是誰洩密的 是怎樣洩密的 如果有漏洞 那就要賭漏洞 因此 審判工程師就是賭漏洞的辦法之一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美國會採取什麼方式審判這位工程師呢? 又會採取什麼辦法去賭這個漏洞呢? 自從2005年被捕以來 哥瓦迪亞一直被關押在聯邦監獄 多個聯邦機構都參與此案的調查 包括聯邦調查局 美國空軍和國稅局 檢察官稱 原本希望判處哥瓦迪亞終身監禁 但是在層層法律的審核之下 他們決定判處哥瓦迪亞32年徒刑 預計釋放日期 將會在2033年9月11日 在法官宣佩刑期之後 美國助理檢察官索倫森向當地媒體表示 法官沒有判處他無期徒刑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不過話又說回來 32年有期徒刑 仍算相當重的刑期 在美國陸軍助理部長 辦公室擔任採買 後勤與技術幕僚的 布斯本指出 哥瓦迪亞案件 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自古以來 無論是深地、穿透彈頭 高超音速飛彈的內熱 複合材料 還是潛藍潛航的靜音技術 都對美軍至關重要 很可惜的是 這些尖端技術 幾乎全遭到中共政府的撤取 中國這種打著科學探索的房子 奪走美國重要的技術成果的行為 已經長達數十年 有外媒更加指控中共 什麼都偷 千二十只不過是冰山一個 負責政策的前代理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森 在接受福克斯數字新聞採訪時說 中共慣於使用一系列間諜技術 從老式和技術低的間諜和美人計 以及賄賂 來招募美國承包商 大學學者和政府人員 此外還有更先進的方法 如獲取美國軍事系統關鍵數據的網路活動 如果沒有間諜活動 千二十戰鬥機不可能比現在更先進 這就是重點 根據戰略情報公司Studder 針對研發核武與多項軍事科技 稱著的諾薩拉摩斯國家實驗室的調查報告來看 在過去30多年中 共有162位中國科學家回到了國內 然而這160多人中 竟然有多達59人 加入了中共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 又稱千人計劃 在15名長期任職諾薩拉摩斯實驗時的中國科學家中 亦有13人入選千人計劃 對此Studder強調 中共撤取美國技術的努力 確實比外界所意識的 甚至懷疑的 還要更複雜 時間更久 好了 以上就是今日的分析報道 我們下期見